第二个Windows Server 2021的演示 我会请我的同事张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Windows 网络虚拟化的这个环境 好 那么非常高兴能够今天到这边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 有关于网络虚拟化相关的一个新的特性 那么这让我想到我在2008年的时候 第一次使用Hyper-V 也就是1.0版本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我们虚拟机里面的一切都是虚拟化的 然后我突然之间发现 里面除了一个叫Virtual Switch的东西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关于网络方面的虚拟化特性 那如果我们用过Hyper-V之前的版本 我们知道如果你使用了Virtual Switch之后 如果你要在二层上实现我们网络的隔离 你只有一种办法 也就是给它做划分VLAN 你去给它做VLAN的Tag 但是我们知道 一旦你划分了VLAN 你就势必跟你的二层交换机有一个很紧密的绑定 然后一旦我们现在所有的计算资源跟你的硬件系统 如果很紧密的绑定的话 那你的灵活性会非常的差 所以我们在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 引入了很多关于网络虚拟化 或者说虚拟化网络方面的新特性 正如刘晴刚刚所介绍到 我们现在一直倡导一个概念叫SD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就是说使用软件去定义我们的网络 在这里我会给大家演示我们的网络虚拟化 然后在下面一个 session 由我们Cisco的同事给大家演示可扩展交换机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配置的情况 我们这边一共有两台host的宿主机 在我们的第三列 是两台HP的宿主机 其中有我们模拟了两个Covnet 一个是Covnet A 一个是Covnet B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我们在serverHP02上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两台虚拟机对应的相同的IP地址 那如果在以前的情况下 我必须使用两个那个Virtual Switch 也就是虚拟交换机 或者我要去划分我的VLAN的ID 然后去做一个隔离 但是我现在在Windows Server 2012上面 我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些操作 我就能够实现 好 那首先切换到我的一个演示环境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有两台 也就是我们的Covnet A1和B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们的IP地址 好 第一台也就是A110.0.05 好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相同的IP地址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们的网络硬件配置 好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使用了一个虚拟交换机 也就是POC-WAN 而且并没有去指定任何的VLANID 同样我们来到这台虚拟机 好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同样的配置 但是并没有提示我任何的关于IP地址的冲突的问题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边其实它是使用了一个叫做 虚拟 子网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来看虚拟子网是怎么样定义的 好 那这边我切换到了我们刚刚刘秦所介绍到的 SCVMM2012 SP-WAN 因为我们知道上半年我们发布的SCVMM2012 RTM版本 是没有办法对于Windows Server2012进行一个管理 而我们现在发布的SCVMM2012 SP-WAN的版本 就可以全面的去管理Windows Server201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之前大家有使用过我们SP-WAN版本的 同时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叫VM Network 也就是我们的虚拟网络 在这边我定义了两个 其实我定义了四个虚拟网络 但是我两个是172的两个是10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这边有C Network 1 AA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虚拟网络 10.0.0.0-24 同样我们虚拟网络B同样的配置 好 那在这边我们再来看 首先我们的刚刚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刚刚的环境 拓扑图的话我们在第一台也就是server HP02上面 我们有两台虚机 然后我们在另外的一台host上面同样有两台虚机 也就是我们模拟它的另外一个主机 好 我来连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IP地址是10.0.0.6 那么我们现在从Corporator A1 然后拼刚刚我们的这个地址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拼通了 但是其实事实上我这边有了一个专用的隧道去定义它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现在我这个 从我们A1去访问10.0.6 它到底访问的是哪一台主机 我们打开IE浏览器 好 我们把它拉下来 好 这边我们其实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A1上面访问的10.0.0.6 其实是对应的是我们25这台机器上 它同样一个Corporator A2的一个website 我们其实下面右下方已经有显示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其实我刚刚的虚拟植网其实是在我们的 SEVMM上做了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PowerShell命令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配置 这边我有一句PowerShell命令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它的host上面去使用 然后我们把所有当前我.22这台物理机上面 CopA1和CopB1就是说所有我Cop开头的虚机列出来 然后列出来它哪些信息呢 有列出来它的虚拟机的名称 交换机的名称Mark地址以及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 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两台虚拟对应的相同的IP地址 不同的Mark地址 然后有了一层叫Virtual Subnet ID 这个东西就是完完全整的可以取代我以前的VLAN ID 它完全通过软件去定义我们的一个ID情况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台主机 当然我们这边可以记一下A1对应的是5001 然后B1定义的是6001 同理我们到另外一台host上面的PowerShell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第二台主机上面 我同样是两个虚拟 A2定义的是5001 B2定义的是6001 它其实最终是靠最后的一个就是Virtual Subnet ID 去实现我们的一个隧道之间的打通 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通过我们软件来实现 也就是说我以后实现我的多租户环境也好 我企业当中我有两个数据中心之间的网络打通也好 我根本不再需要通过VLAN的方法去做 而是通过我们的网络虚拟化 我们可以完完全的去实现 好谢谢张超 谢谢 谢谢